哈喽大家好我是Aster 讲到Y2K风大家想到的代表人物会是谁呢 我目前第一个想到的会是New Jeans 因为它真的是把2000年代流行的这个Y2K的 青春少女运动风妇刻的淋漓尽致 但是Y2K它并不是只有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种风格 因为2000年代流行超级多风格的 像有几个代表人物我必须一定要讲的 就是像是Paris Hilton啊 它是名媛运动辣妹风那种绒布的紧身运动衣 然后还要香钻 然后还要带一些比较浮夸的复古大眼睛 还有金边的然后手上就有一些 叮叮叮叮的一些首饰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小甜甜布兰尼 它就是美式复古的校园风 然后还有美式复古还要再提一个Gopsy Girl 一定要知道吧 那部影集非常值得参考 像是日本的冰淇淋布啊 安时奈美惠啊 他们也都是代表当时那个年代流行的 Y2K的一些代表人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讲一讲 是不是有非常多种风格 所以呢我这边呢就是提取了一些 Y2K必有的一些元素 然后你就把那些东西你知道拿出来 从你衣柜里翻出来就可以了 再透过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搭法呢 就可以穿出有Y2K的风格 同时又现代感 而且穿得出门的衣服 因为老实说Y2K风 正统的Y2K风 有些衣服是无法穿出门的 不时穿耶 你可以想象我穿那种运动拉妹服吗 我不敢想很想吐 所以 等一下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五件单品了哦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吧 想要穿出Y2K的风格 第一个必要的单品是什么 就是短板上衣 然后这件短板上衣呢不是普通短而已 是真的要短 短到可以露出你的胃 因为在过去真的很流行所谓的短板上衣 而且他们的短板上衣可是很紧身的 我这个已经偷吃不了 我觉得短板对我来说是好看的 可是如果要紧身的话呢可能会很难打 所以我决定把我的短板上衣呢 改成比较宽风的短板上衣 然后露出腰部这一节 就还是非常符合Y2K那种辣妹风的感觉 那短板上衣的材质其实随便你想要挑什么都可以 你想要T恤材质 你颜值的像我这种针织的都可以 你想要短板的运动外套也可以就是够短就对了 就是因为我这一套想要搭配的是比较学院风的感觉 所以我下面就是搭配了百褶裙 其实百褶裙也是Y2K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但是他们流行的是百褶迷笔裙 sorry 我真的没办法穿迷笔裙 我就把它改成了中长裙 然后配合了一个方头靴 就让它整个看起来极度的个性 然后也比较中性一点点 然后上面的话再配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像书包的一下包 然后搭配剑子头 以及这种比较复古的椭圆形的长墨镜 就会看起来整个很有复古风 符合所谓的Y2K的一个整体风格 所以其实搭Y2K真的没有很难 你看就是我把衣柜的东西挖一挖挖出来就可以穿了 这是我个人的Y2K风 来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套 这一套真的是有够千玺辣妹 只是颜色的部分呢是比较我可以接受的 不是那么的病病 千玺辣妹的颜色高财度超饱和的那种 或是什么荧光色桃红啊 鲜黄哇我真的不行 那这一套的重点呢其实是在中低腰的裤子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任何一条腰围比较宽大的裤子 现在就把它拿出来穿 诶裙子也可以哦 就是只要是它腰头裤头的地方呢 是在你的肚脐之下全部都符合条件 然后像我这一条的话呢中腰然后再低一点点 就是在我肚脐下差不多一寸左右 因为如果是太低腰的话其实也很难驾驭 很容易就是看起来比例没有那么好 我们就可以选择中低腰 选择中低腰的裤子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我们上半身要穿的比较合身 然后要有符合蜡的感觉的话 你就可以在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有镂空 就像是你看我裤头就腰侧两边 这边有一个镂空 那这种衣服要去哪里找 就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去买连体衣嘛 那你就可以直接从你家里的那个泳衣 直接拿出来穿穿在里面 然后你再穿一个比较低腰的裤子或裙子 你两边的这个侧腰就会有那种露出来的 不知名的镂空效果 我觉得看起来很辣了 但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喜欢的点就是 因为这一套是比较偏有点小运动感的 所以假如家里还有一个运动外套 你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穿 就这个运动外套 它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子 比较oversize 你也可以拿你家里现有的 可能是尺寸刚刚好的运动外套也可以 蛮帅辣的 单穿那种很紧身的上衣 你觉得超害羞 没有关系你外面再套一个像这样子的外套 是不是一样都会有辣感 因为里面会有这种线条感 然后也会有不知名的这个侧腰 突然隐隐约约的露出来 整体的风格还是非常的符合 我要的比较那种街头辣妹感的效果 讲到Y2K真的不能不提这个重要的配件 就是手机 因为以前Y2K的手机 可是走一个巨无霸的路线 一定要在那个手机吊饰的部分 挂一公斤的什么娃娃还有串珠 那个才叫做Y2K最时髦的那种 什么蔡依林啊冰淇布啊 109辣妹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不过那个骰太重了 而且我包包就这么小 请问我连50块都放我进去我能放吗 现在就是比较走实用性啦 然后Castify它这个新的手机壳很赞 它是已经帮你设计好Y2K的一个造型 在手机壳上面了 其实装手机壳的重点到底要干嘛 就是防甩啊不然呢 手机真的很贵耶 你这个手一滑出去 它就前面荧幕列一下 然后后面背板也给你列一下 这个心不是很痛嘛 而且看着就很不爽 尤其像我这种视觉强迫症的人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通常就是在装手机的时候 重点就是一定要有防甩的能力 Castify这个终极防甩手机壳 它是有军规的 它是6倍军规级防甩壳 它就是超级厉害 所以它的这个防甩的一些细节做得非常足 它四个角就是帮你做得比较厚 然后让它有一些弹性 所以在掉落的时候比较不会直接冲击到 然后就造成手机四角碎裂 里面保护壳里面是有做那个螺旋的一个纹路 它那个纹路主要是让手机跟手机壳有更完美的贴合 那这样子在撞击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说内部也给你撞击 因为你外部撞击你内部如果也撞击的话 真的手机就是很容易碎 所以如果它给你贴的很好 它外面有防甩的能力 然后里面给你贴合的很好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二次伤害 而且它的螺旋纹路是可以吸收95%的一个冲击力的 这也是重点 啊我不是说它是军规吗 它是有做过几百次各种角度的一个防甩测试 然后都有通过 你可以看影片上面就是有物品掉落在Castify 它的这个手机壳的材质上的时候 它的物品反弹的那个力道是比较小的 所以代表它就是很能吸收突然冲撞的一个力道 然后Castify还有出抗蓝光保护贴 我觉得它们这个保护贴还蛮好用的 因为萤幕看起来不会那么刺眼 因为我一直在看手机 其实我长期下来是有觉得我的眼睛很容易疲劳 静止的就是在用手机我都觉得眼睛很容易干 然后我觉得有用抗蓝光保护贴对眼睛的那个疲劳感 我觉得算是舒缓蛮多的 我很喜欢它的保护贴 除了它是9H强化玻璃啊耐磨防刮啊 然后也比较不容易碎裂啊 重点是它不会有指纹 因为我不管怎么摸 而且我脸上擦完乳液 然后我再去摸一下手机都没有那个所谓的指纹 赞透 我真的很讨厌指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触控灵敏度超高的 有一些萤幕保护贴比较便宜的 真的是你贴完然后按一下萤幕 你会发现在打字的时候错位错得很严重 而且你按下去它会反应比较慢 就是零零度降低 但是这个不会 Casify的那个音符保护贴做得很赞 然后还有这个手机背带也很赞 因为它手机跟背带可以完全分开 就假如说你今天不想要背带了 它这边有一个Feed Lock可以直接把它拿掉 然后直留下手机 像这样子 就跟那种一体成型的不一样 这个比较方便 然后这个背带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点 就是它上面有很多多功能的一个环 然后可以让你把你想要的东西摆上去 因为像这边它就可以摆AirPods耳机啊 或者是AirTag啊 或者是说你想要挂钥匙圈啊 还是什么笔啊之类的都可以 你就把它挂在这 我觉得很适合出国或者是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蛮方便的 然后现在呢Casify它就是有85折的优惠 但是是独家的 所以呢你请点开资讯栏 然后看到我的这个独家优惠码之后呢 去Casify那边 买就85折 接下来这一套 这个有没有有点微美式复古风 因为我是有抓一点精髓 可是没有全部都放进去 因为如果整套都穿一模一样的话 你们大家看了可能会脱 我真的超不适合的 好那这一套呢是学院风没有错 然后又带有点复古感 那哪里有截取就是Y2K的精神呢 就是在这一条裙子上了 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短裙啊 各式各样的短裙 紧身包臀的啦 平面的啦 还是说白折裙啦 但因为我是不太喜欢穿裙子 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毕竟我比较高 你知道这个裙子很短的话很容易被偷拍 我很害怕 所以我就是选择穿酷裙 你们看到这条是酷裙 对酷裙也可以啊 因为它看起来也是有那种A字的线条 然后远看其实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短裙 那假如你连酷裙都找不到 或是没有找到喜欢的你可以去翻一下你的衣柜 看有没有那种A字的版型的那个短裤 就是上面收 然后下面这个裤口的地方比较开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A字的效果 远看也会有一点点裤裙的一个效感 呃什么效感 我到底在干嘛 远看也会有一种裙子的效果 然后你再搭配你看上面一个短板的衬衫 那因为现在天气还比较凉 所以我就搭了一个针织的短板上衣 然后一个人人都有的西装外套 这样子再搭个极西袜还有皮鞋 是不是就变成学院风了呢 好还有另外一种搭法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我把里面的针织毛衣脱掉了 在这个衬衫的前面系了一个丝巾 然后它看起来有点像是领带的感觉 也会有那种很可爱的学院风感 因为其实搭真正的领带也是OK啦 可是那个就会很有学生感 那比较适合长得比较可爱的女生穿 我穿真的我可能会被揍 我就会选择用丝巾的搭法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我的长相 比较热 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 有没有毛衣拿掉 也很凉快 然后同时你有这个丝巾在前面 就会很可爱 我以前怎么没有想要这样穿啊 来下面这一套 那也是属于有一点点小学院感的那种风格 然后这一套重点呢 是在针织背心上 因为针织背心真的是在以前的 不管什么样子的风格都很常看到 如果你是想要学院风的话 你当然就是选择有格子的那种 是大格子哦 学院风英文大格子那种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像我选我这种就是连续图案 然后远看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格子的 那种也可以 重点就是格子要大 还有就是版型的部分 一定要短 那以前是很流行紧身 可是紧身就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嘛 那没关系 那短版也可以是一个选择 那像我这一件的话呢 就是它不是很紧身 可是它就是我把它绑成短版的 我只是在后面这里绑了一个结 短版 就让它露出一点点的腰部 然后这样就OK 然后因为我想要有一点点男孩风的感觉 所以我下面呢就配了一个无分裤 然后因为这条裤子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我就让它故意有一点点往下垂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裤头的部分呢 其实是一件平口的bra top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里面 就当一个好像露出来的一个夹内裤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裤头 这好像少了什么耶 少了什么有没有 就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断层 有一个这个小裤头 然后就会觉得灯皱色白色 跳过来就觉得有一个衔接感 所以我自己就是加了一个夹内裤头 下面就是袜子和皮鞋 这是一定要的 也是那种很容易表现出学院风感 或者是那种Y2K感的一种效果 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套 最后一套我还是希望有一点点就是小学院的感觉 就除了第二套是离学院风有点远啦 因为那个比较街头 可是其他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 类似偏学院感的 我觉得搭起来整体就是很适合我个人 如果是长得比较成熟一点点的啊 或者是说长相没有那么可爱的啊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的百折裙可以换成A字裙 或者是裤裙 或者像我这个是A字裤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啦 可以变成A字裤你看 但是因为它A字的样子 所以远看其实也会很像裙子 对吧 虽然这条裤子它是高腰的 因为它已经盖过我的肚脐了 可是想要营造一个低腰的感觉 也很简单 就拿一个太大的皮带 因为像这个皮带就是我以前买 然后觉得OMG太大了 没办法使用 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这个 复古回朝Y2K到来 然后就让我用到这个皮带 因为你看它就帮我营造了一个低腰的感觉 而且甚至让我好像有一种穿迷你裙的效果 因为它把腰这个部分占走了 下面这一节就感觉特别短 然后就会看起来很像迷你裙 有没有觉得穿搭很神奇 我自己搭完我也觉得 哎呀哎呀怎么那么神奇 这套重点不是裙子啊对不起 重点是袜子 就是如果你想要穿出那种Y2K的效果 然后喜欢穿迷你裙或短裙 或是学院风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风格 袜子一定是一个必要的单品 类型有像这种 第一个是堆堆袜 那堆堆袜像我这种是比较内敛款的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堆法很迷你 因为我的小腿比较短 然后我的小腿跟大腿也没有非常细 所以呢我的这个堆堆袜呢就不能堆到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 它就会变成我的小腿跟我的大腿一样粗 就看起来完全没有那种辣妹感的效果 因为人家辣妹穿那种堆堆袜好看 是因为它那个堆堆袜完之后 它的那个小腿会比大腿还要粗 可是因为我大腿太粗所以我没办法那样子堆 我就只好就是让这个堆堆袜呈现在一个底部的状态 大腿没有那么细的话 你的堆堆袜就是尽量要低筒一点才会好看 所以呢你就是可以买像是丝袜的那种小腿袜 因为像我这个是就是丝袜的小腿袜到这里 然后我就是让它下去之后把它稍微松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堆积的感觉 同时它的那个分量感又不会太重 那另外一种可以买这种针织袜 针织袜然后呢你也是把它放到脚下面 就是脚踝的位置让它堆在这个底下 然后也会有那种堆堆袜的效果 同时又不会让腿太短 好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喜欢哪一套呢 你也可以尝试去你的衣柜里面翻翻翻翻翻 翻看有没有一些就是以前太小的衣服 或者是以前太大的裤子或裙子 你就把它拿出来搭在一起 不管颜色是同色系还是撞色都没关系 因为Y2K没有什么任何的逻辑 Y2K就是混搭最最蓬勃的一个时代 混乱中的美感吗可以这么说 那假如你喜欢那种混乱中的美感 就是整个搭在一起就对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喜欢内裂一点点的 然后比较有一点点同整性还有整体感的 那你就可以把同色系搭在一起 但是你的版型呢还是要选择类似短板紧身 然后或者是低腰的任何的裙子或下半身 好啦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尝试 然后去做一些各种的搭配 因为其实搭配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呢 出现一种怎么会这么好看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你有搭出好看的衣服呢 也欢迎到IG tag我让我知道 因为我也很想要看大家的穿搭 然后castify 记得85折在我的资讯栏 它还有很多一系列的这个Y2K的手机壳 一样都是这种军规级的防撞壳 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网可以一起分享出去 对很需要 也可以用留言的方式让我知道 这样以后我就可以继续拍其他主题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敲完其他主题 我会看到哦 因为我每一则留言都会看 好前面有点点赞 老朋友最关键 想要去看我们家猫咪就可以去我IG 拜拜